哈囉大家好 我是皮尔貓 好久不見啦 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開箱一下東南亞爸爸的帳號 不過硬要講的話啦 只是幫他帳號做一個記錄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因為他的帳號已經是在要轉值的邊緣了 有些東西已經調整過去了 沒有把秒傷給他拉到極限 但是我就先說一句 這邊這個帳號加上他的分身 在這個MVP的部分是可以吃得很香的 沒錯 有體驗到啦 不管怎麼樣 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現在看到的秒傷雖然說只打一分鐘 但是我這邊已經刷了第二隻狼出來了 而且現在的狼他們也才124等而已 打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快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希望給他換成了130等 讓他的狼打的不要這麼這麼的快 有那麼一點點的可怕 但是他為什麼會召喚出那樣子啊 讓我在這邊刷秒傷 我不是很想要這樣 一樣我們這邊就直接來看一下他的裝備 對啊 如果等一下還有刷秒傷出來我就當作沒看到 反正他秒傷大致上就是80億左右 而且要知道是打的是已經一出他們當前王 而且還是夜晚的情況 好啦 130等流浪之狼地鼠的情況 用水鼠去打我們的裝備呢 是什麼呢 好 是他用上的是 我忘記叫什麼了 反正就是我們的水邊 這個水邊的話也算是五娘裡面 我覺得除了那個跳繩以外的第二把 我覺得很香的武器 原因是因為他有一個超像的東西 你只要釋放任意技能 而不是像現在新版本的 現在新版本的都是要打怪物才可以觸發 這點就有一點可惜了 然後你只要釋放技能就可以增加自成的8層水屬性傷害增傷 持續五秒鐘最高可以疊加20層 最光這一把武器一下來 直接就可以打到160層的水傷 那160%的水傷啦 那160%的水傷有多香呢 我們這邊稍微瞄一下 沒錯 香到一個不可思議 我一直很期待那些像短弓有沒有機會出一下這把武器 如果短弓出了這把武器的話 很有可能我就可以把我的那個把閃電短弓換掉 但是現在平A的那一套開發出來的閃電短弓那把好像換不掉了 好 漾娜再來的話呢是強化是來到209 要知道這邊的強化呢 他們的等級是還剛開四轉而已 東南亞的話 然後這個伺服器好像又是比較晚玩的 所以他們的強化還沒有辦法跟上 原因是因為他被等級給限制住 他不像是我們的玩重生的樣子 等級呢好像可以衝破那個我自身的等級 是世界等級為準 應該說最高等級為準 然後今天的話是加8分 好那再來呢是武器附魔的部分 我這邊稍微的去瞄了一下 所以這一條最終物防穿透是來到了極分耶 哇哦 哎呦對這個職業而言還要最終物防穿透 對啊這個東西反正我們就看過就對了 然後呢是對動物系的增傷 這一條的話是艾爾貝塔不對是伊斯魯德島 對也有到特化的地步啦 如果到後面追網的話好像都是必須要特化 要軍身的話好像那是爸爸在做的事情 好啦那卡片的話呢是豬頭魔王 他這邊的話呢是有配上一個套卡的動作啦 因為他這個物理攻擊對這個帳號也應該已經沒有那麼的香了才對 為了呢應該就是這個套卡 不過我有問了一下這個爸爸他好像也沒有注意到反正他就是裝上去就對了 然後再來是黃金蟲卡騙驚卡水風15% 那主要的話應該是為了水風應該不是為了這個 然後呢是新人中小體型增傷全四郎全四郎 哇哦這個全四郎全四郎這個真的是太香了 兩個屬性增傷而且是活生生的增傷 然後再來是瓦爾基麗皮甲我們的指甲然後基本上是拿來彈的 有啦我發現到這個帳號的時候因為他的強度實在是有點高 反而呢他在打王的時候就真的是要去注重防禦這件事情 只要王沒有打增傷的話但是現在王也都很大多說打增傷 所以他這邊的話也打算要去換職業了啦 不知道也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這邊的話是來到改惡啦 每次說他生命傷限時呢傷害都會減少百分之十 這個是最終物傷減免最終傷害減免喔是一個獨立城區 最多疊加十成 持續十秒鐘最多疊加五成 所以整體傷害呢會下降到只剩下百分之五十 而且呢他這邊還有一個啦剛剛看到那個豬頭魔王這個東西我在想是不是也是為了這個 不過這個東西呢是降低目標的最終傷害加深 等於是BOSS的話也有最終傷害加深我們可以稍微的扣掉一點點 但是呢他只有持續六秒鐘而已冷卻十八秒好像沒有到常駐有一點可惜 那你說這個東西很香嗎 1250的自私因念屬性傷害我們這邊稍微的瞄一下 應該就是這個的沒錯啦所以應該是不高 不過就是有了你看傷害又多了百分之一 不過百分之一啊也還好對不過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蠻香的才對 好一樣那我們來繼續看一下吧他的強化呢是110精煉是來到8 然後附魔的話呢是體質體質跟靈巧 對這時候可以看到他的體質呢他的靈巧呢是沒有到更高的一個往上衝的地方 我覺得哪裡怪怪的原來就是附魔的部分 因為這隻掌好像原本是要轉十字軍啦 不過後來一些原因呢現在先打算改要轉伐人就對了 那他的話呢體質是來到了1171血量的話有678萬之多 如果這邊全部都改成靈巧的話呢傷害應該會很明顯的再給他往上增加才對 所以我想說不對啊這個帳號的傷害怎麼可能只有這樣不對 原來是因為他把有些部分都拿去防禦的地方了 但是呢他這個傷害在這個情況已經是很香的一個存在了 然後呢是一樣我們的瓦拉基麗紫皮改二然後是強化110精煉8附魔的話 我剛忘記看裝備忘記看卡片 sorry 那個初代奧特曼物傷減免25%然後拉歐體質60然後HP再加24 這個東西是挺香的沒錯 然後是瓦拉基麗披肩體質體質跟靈巧 我還是覺得肥羊什麼時候要開放靈巧啊 我覺得我現在終於懂為什麼肥羊不開放靈巧那個傷害差很多了 原因是因為我中間會拉掉一大截如果這邊有上去的話呢 我們的靈巧祖鼠應該可以再往上衝一大堆 不然的話呢我就必須要砸更多的資源去古城去附魔靈巧趴 又或者呢是跑去克魔島 不過呢那個真的是太貴了 那真的是現階段的ROX做不到的 我覺得ROX目前的狀況就是玩到後期強化精煉可能都還行 至少精煉也有那個祈禱石嘛對不對 可是附魔的部分雖然說有鎖定石但是那個感覺 因為它需要的量它需要的轉成的量 我覺得是有點太超乎現在這個遊戲的價值了 我覺得可以再稍微的低一點點便宜一些 讓玩家再有進一步的提升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呢也是奧特曼最終魔傷減免 這個也是很香的 就差一個最終傷害減免的卡片 如果那種卡片一定插爆 然後是傀儡娃娃最大HP加20 不過這邊不影響傷害啦我就沒有看太多 等一下王是不是快死了我們再稍微秒一下 沒有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們現在秒傷是來到了82億之多 然後是瓦爾基麗皮靴改惡 然後是我們的附魔也是力量啊 這邊是應該還在洗啊 因為畢竟洗陣也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態就對了 如果你要洗陣到這個是肥羊嘛對不對 洗陣也是很可怕很痛很痛很痛 然後靈橋呢是加30 這邊的話是中央配上的是虎王跟那個褐色立方體 風俗性抵抗加56%最大HP加30% 這邊主要應該也不是為了這個吧 就只是有打到對不對 這個的話如果這個帳號的主人在下面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稍微的留言一下解釋這張卡片 是不是只是打到還是說其實下面還有 因為基本上他也不會用普攻啊 然後呢是我們的貓鈴鐺對動物系再增傷15% 其實這個東西還不錯 因為他就是活生生的增傷跟活生生的減傷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另外一顆的 然後我現在又還沒有配濃縮核心 我現在可以把濃縮核心換回來了 還是會比較想一點 只不過我現在剛拿到就想要拿來玩一下 好然後零巧103 零巧基礎零巧103 強化62精電10 32% 物防穿透物防穿透物防穿透 沒有意外這就是艾爾貝塔的物防穿透 因為艾爾貝塔的物防穿透真的是太香了 卡片的話呢是玻璃之王 名卡最終物傷12% 貝雷捷名卡耶 極速攻速有減 不過這個東西對這個帳號也應該是沒有什麼意義 而且又配雙手邊 物理攻擊18.6% 最終物傷附加18.6% 應該主要是為了這個 這個的話呢 因為我武器本身就已經加了很多物理攻擊% 反而好像沒有那麼的香 還有那個一大堆影裝的東西會去搞他的% 所以好像還好 然後再來是貓鈴鐺也是第二個 也是物防穿透物防穿透物防穿透 又有一張玻璃之王 然後呢是豬頭魔王葉卡 最終物傷29% 哇這個%數真的好高喔 對啊你看那一張卡片抵兩張玻璃之王 對啊 然後再來的話是濃縮核心 惡賽12% 這個是主要是讓自己復活 多一個復活的手段 我還是蠻期待這個東西如果升星的話 他內置CD會減少 我這個卡片一定會給他買爆 只要變成180秒或是惡星 有機會變成60秒 哇那這張卡片應該是萬用了 然後豬頭魔王葉卡兩張耶 真的假的太誇張了吧 然後一樣他這邊的話是沒有套裝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頭飾的部分 頭飾的部分的話呢配上一個獸人英雄 喔抗暈眩的然後呢配上我們的新人 那該不會有新人的這個套裝吧 就是普攻跟技能史有機率去獲得這個增傷 這個增傷也是蠻香的 然後再來是面部繃帶耐力蟲14% 豬頭魔王然後是大型跟小型 對這邊我就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他這邊我他要我測的是流浪之狼 但是他這邊塞的是這個 所以我在想他是為了這個套裝 不過呢我有問過他本人 他本人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反正呢就是先給他塞下去 主要就是為了這個體型的增傷就對了 因為畢竟打王終究還是大型跟小型 反正就是體型還蠻香的 因為體型蠻難加的 不像現在銀裝可以加 不過銀裝的部分我們等一下有去看一下就對了 然後魚骨頭最終物傷耐力蟲卡14% 豬頭魔王又一張 哇靠 豬頭魔王這麼的萬用啊 真的雖然說網卡終究到早晚會被取代啊 但是就一樣早買早享受 玩買想折扣的概念就對了 好一樣那他的主屬性現在是3524 物理攻擊是來到24萬之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詳細屬性吧 我們在有那個混沌的時候來看 好現在物穿的是420% 加上下面的物穿來到了 物防穿透260% 我只有這點可以跟這個賬號評 260.27 好那我們加上420.38的話呢 最終物穿是來到了687% 好那接著來看一下他的最終物傷是來到了478% 那繼續往下的話 動物性增傷209% 哇靠這撐到這麼高喔 這真的是都這條在給的吧 這條再加上那個附魔的覺醒 給到這麼誇張喔 真的 好然後是水屬性增強320% 你看光這個東西就給了120%的水邊 喔香真的香 然後是體型增傷的話呢 是大體中體小體都來到200%以上 小體的話呢 還甚至來到了291% 好那一樣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是怎麼樣去釋放的點的話 我就沒有去看了 他主要是放了前六招 那第一招是我們的殘劍投擲 奧義劍RUN5 然後放上混沌 放上震動領域狂風暴雨震動領域 然後狂風暴雨震動領域 然後狂風暴雨震動領域狂風暴雨 還有橫唱之音啊 因為他今天是沒有用上跳繩這個東西去改 所以他的要放另外一個技能去增傷才對 然後最終物防穿透加30% 喔 然後每500點物傷附加 喔加500點物傷附加 OK 然後再來是他有放上羽狼共舞耶 不過這邊只是點到六點耶 反而沒有給他點到頂耶 好這邊的話就看這個爸爸有沒有在下面留言啊 可以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沒有把他點到滿 還是說技能就給他撐到底了 他這個帳號等於是全用就對了 好那再來的話呢來稍微妙一下他的寵物 沒錯他現在用的是我們的王寵蛙王啊 不過蛙王的話現在只有五星而已啦 如果他要這樣進化的話呢 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去搞 因為這個蛙王的話 基本上王寵的話基本上七星啦 對基本上七星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 七星之後才要再花鑽石 那七星之前的話呢 只要花寵物進階完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技能的話呢 就可以再給他多開一個 然後多開一個的話 傷就是這個的... 中斷又會更小 等於是讓他實際上就加了這麼多的趴數就對了 不然的話是中間都會中斷掉 雖然說他會疊加上去啦 但是中間會有中斷的感覺就很不爽 因為畢竟好像只有三個技能可以去增加我們的屬性傷害而已 不過這個角色好像最後是要轉那個... 法忍 所以他應該之後是要養風兵了沒有錯 不過這個東西也是之後的事情 我們就看一下現在的狀況 如果他這次還能再進化的話 還能再把他升到滿 這邊的強度還要再... 升強個... 我覺得... 至少... 0.5倍吧 至少再增加50%吧 我覺得那個強度應該會... 很扯很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影裝的部分吧 影裝的部分的話 他這邊是全部前面都點滿 還有3000多耶 喔好香喔 那後面的話是... PVP沒點 現在又多一個新的都可以看了 抵抗的話也沒點 然後主要的話點的都是T星增傷 哇靠 直接加70%喔 哇點到滿這麼多喔 影7就到這樣子喔 真的假的 不過這個升級是要到... 明章3 然後機率只有36% 還要包含失敗 而且這已經用了成功率上去 哇... 而且點一次要70 我覺得未來他有沒有機會 就純粹賣這個公會貢獻 突然覺得公會貢獻超香 真的是超香 好那拓文的話呢 極速沒有點滿 物敵攻擊有給他增加上去 物防穿透 物傷附加 物敵吸血都有點滿 狀態抵抗這邊沒事 狀態穿透也沒有去點他 然後水風增加點滿了 光這個也加了70% 喔... 好喔... 這個... 挺有意思的喔 然後呢 是減免的部分 他就是完全沒有去點了 就反正減免好像也減不到多少 王都會把你給殺掉 那不如乾脆就不減的意思嗎 所以他這邊... 就很精準的再去投放這幾個就對了 所以他現在應該是在充名張吧 所以反而就不去花這些東西 去存這些... 這兩個材料再把它往上充上去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是不是這裡已經... 賣到一個... 啊... 這裡不行... 一樣耶...東南亞一樣有這個bug 蠻奇怪的 到時候再來看一下 好...這邊給他看完之後 他放的技能是用上了... 能量節拍 不過這邊的話他好像也沒放這個技能 然後這種殘劍投擲 然後提升額外7%最終物防穿透 這邊的話好像已經改回來 沒有像之前持續時間那麼短了 但是那個%數砍了很多 是真的砍了很多 我還是覺得蠻殘忍的啦 就是官方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他已經過高的時候不改 都已經大家都轉過去了 都習以為常之後才給他砍爛 而且一砍的時候還把他砍到爛掉 大家崩潰之後呢 才一直反應才給他改回來那麼一些些 我覺得這樣子的%數 我覺得會比較正常一些些 但是... 就是太晚改了 第一時間改掉我覺得就還行 大家都洗頭了 再改 不過這邊的話他也沒有要升級的意思 如果要升級的話呢 %數會再更高 而且等於是多6%就對了 多一張早期的藍卡 這邊的話呢 他沒有放混沌耶 他這邊選擇放的是奧義劍爛五耶 真的假的 提高傷害22%還是因為有一個可能 他王把他打死耶 哈哈哈 他把王打死了 好換一隻 有一個可能啊 就是他的誤傷附加已經太高了 誤傷附加高到就是我今天如果用上了這個 反而加的誤傷不如我加這個來的高 好 因為他最終傷害的話 是震動領域在打 奧義劍爛五是達到14% 嗯... 好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是照著他的方式去動 我也不去動其他東西了 對啊 他這邊是完全沒升級的耶 可以看得出來吧 對完全沒升級 好然後第四個是放上了震動領域 震動領域的話呢 是傷害提高52% 震動領域中每一次受到傷害有13%機率陷入暈眩 他是放這 他也不是放狂風暴雨 我覺得震動領域是強歸強啊 對啊 但是他就是要噴一個潤喉糖 那個噴一個潤喉糖實在是太貴太貴了 打王能用吧 平常的話應該是用不了的 平常練功用這個實在有點太奢了 然後再來是氣菱的部分 氣菱的話呢對於五娘而言好像就有點虧了 因為沒有那麼的實用 對沒有那麼的實用 頂多就是這個是PVP 這個是也是PVP 然後狼的話呢 這個最大血量損失也沒有辦法在外面使用 打小兵不需要用到 然後安琪的搖籃曲也不需要 基本上這邊就有點可惜 我覺得影裝可以再更活一點啦 我覺得影裝的技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官方可以再設定更多 反正這邊還有兩個位置嘛對不對 你就把所有技能都給他放一放 至少大家玩的也比較開心 還是說這個東西要等到四轉 他才要開放呢 然後那再來呢是我們的神格的部分啦 神格的話 這邊的話應該一看過去 有欸 他有開一個靈光欸 每當自身 啊有點可惜 自身受到自身超過血量最大HP20%的單次傷害時呢 有60%的機率減少80%的傷害 然後呢可減免真實傷害 然後呢物體攻擊跟魔法攻擊提升120% 所以這個角色在實戰應該會再更強 但是這邊我就不去測了 哇這個 好閃啊 我這個還用上藍的喔 真的假的 這個金的反而沒有用到要用的就對了 這邊是大體型魔物增加 稍微的瞄一下 我們來對比一下 大體型大體型 靈巧6% 應該是為了這個吧 這邊是體質疾速散避暴擊都沒有用 物防效果老實說也沒有用 吸血也沒有用 難怪他選擇用藍色 哇這個 他這個再換過去應該會更香啊 不過這個換職業現在也更痛苦 因為你主要現在變成是要換神格了 現在換職業反而好像沒有那麼的痛 痛點在其他地方 那我們的神格屬性的總體來看一下吧 敏捷105 體質105 靈巧74 哇反而這個真的很痛苦你知道嗎 然後 心率201 物理攻擊魔法攻擊這個還好 極速暴擊這個也不重要 爆傷附加42%也不重要 看一下喔 43200HP 最大HP加9% 最大HP加93% 哈哈哈哈 欸如果這兩個數字反過來就好了你知道嗎 這兩個數字反過來不知道有多香 然後再來是物傷附加42% 然後大型中型跟小型都有加 喔小型這裡加了52% 中型的話這裡比較少 外面的話也比較少一點點 應該也是這裡的問題 然後再來是屬性增強的部分 屬性增強的話也是好可惜喔 對啊這個是水 結果欸真的欸 你看五屬性52% 火屬性78% 地屬性78% 結果呢 水風只有來到26% 喔神格真的是一個很讓人歪一二的地方 我覺得自從神格出來之後 每一個角色的定位都有一點不太 那個強弱很難去看 因為如果你神格歐到一個爆炸 其實那個強弱可能會很明顯的去影響外面的裝備 就是你可能外面裝備看好像沒有很強 但是他神格香到一個爆炸 你就覺得那個帳號超強 對這個帳號的強弱好像因為神格的關係 沒有辦法去講了 對除非神格未來有一個頂 可是目前為止神格要弄到頂 那個狀態實在是太微乎其微了 然後魔傷附加6300 力量提升敏捷提升 體質提升智力提升 這邊又有了 靈巧22% 對這邊靈巧22% 然後HP提升11% OK 每5秒11% 那這是他目前神格的樣子 神格的話應該是不是快要開下面另外兩個了 對神格的話我也是覺得早一點開的系統 應該會蠻香的地方 以上大致上就把它給全部都看完了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可以稍微的在下面留言一下 那最後最後我們來去看一下他的戰鬥成就的部分吧 戰鬥成就是一個被官方給忘記的系統 有一點可惜 我還蠻希望他可以再做一下調整的 我覺得以現在的形型 戰鬥成就的價格是可以下放了啦 反正你那麼貴也沒有人要去用 這些東西都很虧 也是一個傷害增加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便宜一些 不然的話我們 我記得銀身銀一個就要300萬 我今天開一個的話就要900萬 而且他增加的數值實在是太小 以現階段而言真的是小到一個爆炸 我會那麼的不介意 那他這邊他放的是敏捷 靈巧 然後是物傷減免 然後再加上物傷附加的這四條屬性 好了以上就給各位參考看好了 那他加點的話是靈巧為除 體力為福 再加一點敏捷就是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準備要轉職的 物娘最後的官箱了 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是PFY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1 1 1 2 1 1 1